那我们今天的话要跟各位介绍的是Notion Notion这一个 应该算是笔记软体了 但是其实他能够做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 我想可能有些同学呢 之前也许你已经有开始用了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习Notion的那个 过程其实 我觉得学Notion 刚开始觉得很无聊而且挫折感蛮重的 他跟我们一般的那个软体比较不一样 所以 其实如果你还找不到 一个自己的那个什么 就是需求 也就是说 你要找到他 适合你自己工作的流程啊那样的一个 过程 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 如果你曾经之前有学过的 你会 那你觉得说我好像还没有在用 那就表示说 你觉得Notion好像 感觉起来不是那么 亲民 所以 还需要一点时间 尝试看看 因为其实你说类似这样的软体 有没有还有很多 其实还蛮多的 只是目前 尤其是前几年 这个Notion 算是 很流行的一个 工具 那包括了很多矽谷的工程师啊 很多网络上 你会看到 很多 厉害的这个 人 都有分享他的模板啊或者是 在YouTube上有分享教学 那你看起来都 哎呀好棒哦 很厉害可是 真正你自己拿来用的时候 嗯好像 不是那么一回事的 对啊因为 跟你的什么 工作习惯 或者是 呃平常已经养成的这种 记事方式不一样 那你就会需要 一段时间的谋合 以我自己来讲 呃我用Notion 老实说刚开始用也没有很正真用 就简单记事一下 然后呢 就偶尔用一下 偶尔用一下 所以 大概我用了半年都没有什么太大进场 然后 大概就是后来就 哎比较全面的再去多试一下 就是在 用就慢慢的发现 有些东西 慢慢找到自己的一个 方法之后 确实 有他厉害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的话其实 不会跟你介绍什么太多模板 因为其实 你 刚开始用的别人的模板 其实那个不见得适合你 Kemma本身其实 Notion本身就有 提供很多的这个 模板 你可以做参考 就可以先从那边开始 不用说 一定要急着去找很多这些 所谓的 厉害的模板来用 因为 他的规划方式 跟你自己 习惯是不一样的 与其这样子 拿别人的衣服来穿 不见得适合 所以 最好的方式就是 先从基本的开始 所以我才刚特别强调说 我们今天 重点不再讲很多 而是 怎么样 让大家有机会练习 这个是 先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的 那么 如果说 就是各位呢 你待会可能在操作上 画面上有问题 你就可以进入到 刚刚有给大家看到的那个 Kemma的共享白感 你 注册一下 登录 Kemma 就可以进来 那这个呢 你可以把你的画面 我们在Windows里面的话 就是Windows加Shift加S 你就可以进入到 萤幕画面截取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把它贴进来 那再来就是如果 你觉得画面不够大 不是只能贴在蓝色这个区域 我们Kemma的白板是无限大 所以你可以搭配我们这个快速键 好有看到的 Ctrl加滑鼠滚轮 你就可以放大缩小 那如果你要平移 可以按住键盘上的空白键 或者是滑鼠的滚轮按下去 直接移动都可以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 比较 它的内容跟平移它的位置 好这个是 简单使用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 参考一下 如果有问题 你不方便 分享你的画面 你就直接把画面 截取之后贴进来 就可以试看看 那下面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Kemma的白板也是 无限多页 所以你可以从下面打开 所以如果第一页满 我就请各位到第2页 第3页 好 好奇怪喔 我每次都会发现 有好多人都喜欢旁边帮我加东西 然后这个我先拿掉一下 OKOK 来来来 这样子就OK啦 因为 很多同学进来 Kemma白板之后 他会看到左手边有这个 范本 对不对 一点下去他就会跑出来了 所以你 很多就是点到旁边这边 因为Kemma有自己 白板专属的范本 OK 因为我们这礼拜 刚好前两天 有 介绍到Kemma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给他用下去 那今天的课程就是我今年的 Ending课程了 因为这一周是素文老师周用完就 明年再见了 好这样有没有问题